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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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祝愿祖國 昌盛繁榮 生日快樂 祖國生日快樂 祝福祖國 越強大 Happy Birthday 我也是十五日生日 我在這裡衝心祝福我和我的祖國都生日快樂 嘉敏 剛剛聽完居民的祝好 很明顯我們這一集GOV特別版就是預祝國慶 阿聰 國慶年年都有 今年還是七十週年大慶 我們GOV有很多活動 有什麼活動呢 我們稍後再說 不過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剛才個個都祝國家生日快樂 難道個個都知道什麼時候是國慶 我們的街坊各個爭取實料 的確很多街坊知道的 一起聽聽 十月一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國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是十月一號 國慶是十月一號 今天國慶是不算是百周年 應該是七十周年 澳門會有國慶跑 有酒會 也會升國旗唱國歌 國慶我會去金蓮花廣場的老觀禮 十月一號有的活動一定會是星期 國慶去太煙花表演 什麼時候國慶這條問題實在太簡單了 讓我提升難度考一下你 知不知道我們來到這個河賢公園 和這個國慶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和我身後這56個 中華民族雕塑像有關 因為特區政府今年舉辦的 重點國慶活動有七個 其中一個是9月28日開幕的中華民族雕塑員 當日還有56個民族代表大合唱 體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交 其他六個重點的國慶活動 還有星期禮和國慶歡樂跑 國慶酒會 大型民禮晚會 澳門社會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周年大會 還有不要忘記很多人去了打卡的荷花節 國慶當日還有由電腦發行的 國慶七十周年紀念郵票和紀念郵初 非常之珍貴 不要錯過 國慶日的連串活動就是由早到晚 晚上還有我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就是澳門國際煙花比賽會演 第二場還有中國隊出場 我還知道GOV不同部門為了慶祝國慶七十周年 在不同的活動入面都加入了國慶的元素 例如澳門國際音樂節、國際青年音樂節和舞蹈節 還有不同形式的一些比賽、展覽、文化交流活動等等 都和國慶有關 是的 這麼多活動當然是隆重其事 我都知道很多居民都非常之重視和關心 國家七十年以來的發展 那不如我們又聽聽她說吧 我覺得國家發展得很快 和國際社會越來越接軌 有一帶一路 會越來越好發展 澳門青年人出去的機會更加多 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也會更加多 亦多了機會去發揮 其實我覺得她的經濟和國際地位都提高了很多 都會讓國家高興 因為始終自己都是中國人 我覺得澳門都是中國一個地方 你見到她繁榮自己都會覺得開心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很自豪 因為我看到中國這幾十年的轉變真是很快 使得中國人民接觸這樣脫貧 我始終覺得我們國家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她強大我們開心 近年來祖國的發展是越來越好 特別有大灣區和港珠澳大橋之後 我都留意到有比較多年輕人都會去大灣區就業去住 所以我就覺得見證了是越來越強大 我覺得中國的科技和建設都令我耳目一身 國家好對我們就自然好 因為國強才會民富 你國家好自然會有很多外資的公司投入 有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居民對於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有多這樣 因為相信大家隔著螢幕都感受到 國家好澳門好雖然聽起來好像好老套 但細心點想一下其實都是合情合理的 只要國泰文安我們居民的生活才可以安定和開心 對呀講到開心我們在街坊的時候 很多居民都不約而同跟我們說 國慶最開心的就是有得放假了 有假放我和你都開心 所以今集G.O.V這十年特別版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要快點爭取時間計劃一下我們的假期活動 下集見 拜拜 拜拜